要成为希尔的玩具吗? 这次在制作《演业心愿》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开始不是很顺利 我们一开始想只有理人格的这个角色,我们想做的稍微邪恶一点 所以在配色的出版方案上面,我们采用了紫色这个方案 但当我们把这个出版设计做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反馈都不是特别满意 所以我们在这个反思的过程中得到其实黑希尔这个角色最适合的配色 其实就是那个经典的红黑配色 当我们把这一版的配色做出来之后,大家都笑了 那我感觉这个味就对了 那所以这次这个带有强烈的攻击性和侵略性的这个红黑配色 就是我们黑希尔的一个标签 这次在服饰上,我们采用了和之前不太一样的礼服长裙板 还有一些金属盔甲的元素 这和之前我们的希尔是不太一样的 之前我们是偏可爱的那种蓬蓬群啊,还有一些装饰花瓣这种元素 这次为了突出它是一个纯粹的黑希尔 我们还专门做了红色的蝴蝶 让它这个显得更加纯粹,更加鲜红 就像一朵在深渊中绽放的花朵一样 冰冷却又有魅力 在这次的主线剧情中 黑希尔获得了身体的完全主导权 在性格方面的话 他多出了一丝病交,姐妹跟残忍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 目前的表情系统是不够支撑他现在的情绪的 所以我们在这次的表情系统上面做出了一些迭代 为他定制专属的情绪 这次在他的表现层面上会得到一丝重大的突破 过往的话可能角色全程都是在一个情绪上面 但这次可能开始还是正常的说话 到中途的时候忽然情绪层面的话会有一些反转 而这些的反转迭代的技术呢 都是在这次黑希尔上面可以得到体现的 我们在设计上较符合玩家对黑希尔的固有认知 要做出这个角色独特的玩法和表现 所以我们决定保留了浮空、镰刀和爪这三个要素 我们在动作设计上想重点展示黑希尔是如何使用镰刀的 利塔使用镰刀的感觉是轻盈 希尔使用镰刀的感觉是沉重 白希尔在使用镰刀的时候会有一些控制不住 有轻微亮枪的动作 黑希尔则可以完全驾驭住镰刀 每一个动作都大开大合,势大力成 在剧情上,白希尔将身体的控制权完全交给了黑希尔 彻底地释放他的枷锁 在战斗中,黑希尔也将完全释放自己的枷锁 爆发状态下的黑希尔将使用镰爪进行战斗 拥有极大的作战范围 我们在镰爪的动作设计上想要重点展现出甩起来的感觉 在机制设计上也会体现出练习武器的特色玩法 在这次新开启的23张主线剧情中 是以希尔为主视角展开的故事 在这一张中,希尔会怀抱小小的烦恼 经历小小的挫折,最终获得小小的成长 而在这之中,最重要的就是希尔的表人格和理人格之间的关系 希尔的表人格和理人格性格互补 特质相反,就像一架天平的两端 当白希尔占据主导权的时候 天平会向白的一端倾斜 当黑希尔占据主导权的时候 天平会向黑的一端倾斜 最终,天平会回归平衡 而这次新的希尔角色 则是天平彻底导向一端 由黑希尔掌握全部主导权的希尔角色 这次,他会展露自己的天性 暴露出他凶狠、狂暴这些特质 而在战斗台词中,我们也会着重体现这一点 他会把战场当作自己的玩具箱 把敌人当作自己的玩具 把战斗当作是捉迷藏游戏 他非常享受给敌人带来恐惧的愉悦 蹂躏,碾碎一切的快感 他是一个危险,但是又独具魅力的角色 但是,他的本质是不会变的 他绝对不会做出任何让白希尔会伤心的事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他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 一个温柔善良的希尔 这次的新角色是完全纯粹的黑希尔形态 他的出现和黑白希尔之间的情感是密切相关的 可以说他们之间的羁绊又上了一个台阶 所以黑希尔才能得到充分的解放 总的来说,他是一个性格糟糕的家伙 甚至还有一点抖S的感觉 个人还是挺喜欢这种傲娇又可爱的性格的 至少他在保护希尔这点上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变的 不是吗? 停下? 你的意思是更多吧 绝对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